我這個APP做出來之後,不過會有一些問題啦 我已經把這個Source已經寫好了 也說這邊總共有六張圖 那我按下一張,它就可以一直 有沒有一個循環 一直到第六張 剛剛是第六張的,再按一下又回到第一張了 有沒有一直往下 第六張又回到第一張 那上一張也是一樣,上一張就會回到從第六張有沒有 第一張按一下 再按一下就第六張 然後再來第五張 那其實如果你喜歡攝影的同學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什麼 自己的攝影期有沒有 也許你沒辦法開 像人家的攝影展對不對 沒關係啊,你 APP也是你的攝影展啊 對不對,你可以寫一個APP是 你自己的那個什麼 把你自己的項目放進去嘛 或者是說,你們要去interview的時候呢 有沒有履歷表是不是可以做個interview的APP 可不可以?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裡面的話就是把你的所有履歷表通通放在一個APP裡面 那這樣很簡單,再配合個QR Code 以後人家要interview你的時候 你就叫他scan一下你的APP scan到你 你說你set up,你上面所有東西都有了 我的所有作品都在上面 直接這樣把所有東西放在一個APP裡面 可不可以啊 而且還比較集中 方便 人家要看 而且有說真的,他只要set up你的APP之後 他就忘不了你 為什麼?他手機裡面隨機打開 奇怪,這是誰啊 甚至你的icon 可不可以拿自己的 拿自己的頭 當一個icon 可不可以啊 點進去 這個人 看久了之後呢 他就對你 不會忘記了 以後就記得你了 這是不是以這種行銷的模式 可以啊 對不對 現在不是最近要 競選嘛 選 選市長之類的 可不可以用APP來行銷 可以啊 有沒有票 還是有票的啊 對不對 或者是食安問題 食安問題怎麼解決 對不對 其實大家人心煌 什麼可以吃,什麼不能吃 其實有時候也是 需要一些APP 可是有沒有 目前 看起來是沒有 需不需要這些東西 非常需要啊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可以很快的推出 一個APP 你就出名了 因為大家就記得 你看這誰寫的 哇好棒 好方便喔 馬上可以知道哪些 像最近連7-11都中了 現在 所以說是不是可以寫一個APP 就是 什麼食安問題的一個警告的一個APP 就是說如果 有 衛福部有發佈 什麼東西不能吃對不對 你就把那個update一下 然後上面的話就秀出什麼 什麼東西不能吃 有文字有圖 大家會不會願意下載 一定會的 簡單一點點 不用太複雜 只是發佈一個 哪些東西可以吃 哪些不能 不能吃的一個簡單APP 不會很難啦 但是 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太多東西可以做了 身邊 你想得到的 通通是 是 創意 做都做不完 OK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上一頁下 這很簡單嘛 而且 很方便 主要是 秀一個圖 那 會有幾個問題發生 第一個 老實 問題是 我不要 放這裡啊 這感覺好像怪怪的 我希望放在哪裡呢 放在下面一點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怎麼調整的 簡單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 Layout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Layout 有沒有 這個Layout 點擊 或者點這邊 也可以啦 其實點這裡跟點這裡是一樣的 那我比較習慣是點這邊 有時候點這邊比較好點 但是點這邊比較不好點 但是它會顯示出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放在下面一點的話 你可以 把它展開一點點 拉下來一點點 或者是說把中間這個 Image View 把它整個拉 拉大一點點 他們之間 就會有 有個調整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把這個 再往下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把 Image View 拉大一點點 他們之間呢 就會互相 有沒有 它的大小大概這麼大 它的大小大概這麼大 可是 再來有個問題 那我的位置 可不可以擺在哪裡呢 你會擺在下面 可不可以 你如果按右鍵 這邊就有個 Gallery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有一個叫 Button 有沒有 按下去 它的 有沒有 按鈕就往下了 那另外呢 這個圖有沒有 你想說 老是圖 太靠上面怎麼辦 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 Scaletype 有沒有 你可以怎麼樣呢 Center 就好了 他就放中間了 那位置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不就可以做出一個 感覺還不錯 而且呢 最好你可以多幾支手機 或者是多幾個環境 或者多幾個朋友 請他幫你做Test OK之後的話 你再上架 那你可以只要 Run一下 執行之後 看到的結果就會是我們要的 第一個 先把 UI 界面